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周迅王一博参加活动 快50岁的周迅还是年轻,王一博人气好高啊。 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,我们见到了两位相隔数十年的明星。 快50岁的周迅依旧有着令人羡慕的娇小身材和灵动的气质,而年轻的王一博则因为其出色的表现而在海外获得高人气。 在活动现场,周迅身穿一件简单却不失精致的白色T恤,脚踩一双白色平底鞋,整个人看起来高贵典雅又不失灵动感。 他笑容可居,一双闪亮的眼睛似乎包含了无穷的智慧和精力。 而坐在他旁边的王一博,则穿着一件黑色T恤,脚踩一双精致的黑色运动鞋,尽显他身为时尚偶像的风范。 在活动中,两位明星同台现役,展现了各自的特长。 周迅在现场出色的表演,让人惊叹于他不但有演技、舞台表现力和善解人意的本事,即使已经如此年龄,依旧有着让人嫉妒的身材和年轻的气息。 而王一博则以其出色的舞台表现和非凡的演唱实力,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,更成为了海外人气的宠儿。 这是一场难得的盛会,两位明星在舞台上,成功地吸引了粉丝们的目光。 他们的光芒与才华,在这个夜晚得到了尽情释放。 无论是快50岁的周迅,还是年轻有活力的王一博,他们的精彩表现和优雅的风度,都在现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中国当红男星王一博抵达洛杉矶,数百粉丝兴奋接机有人落泪。 王一博抵达洛杉矶,粉丝热情接机场面感人。 中国当红男星王一博近日抵达洛杉矶,数百粉丝兴奋接机有人落泪。 王一博此行并非为电影宣传,而是参加香奈儿品牌活动。 在此次洛杉矶之行中,王一博的人气不减,粉丝热情似火,场面十分感人。 1. 王一博现身洛杉矶,粉丝热情接机。 5月7日,中国当红男星王一博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,现场数百名华人粉丝齐聚机场,欢呼雀跃。 为了一读偶像风采,粉丝们从清晨开始守候在机场,期待着王一博的到来。 当天,不仅有许多从外州赶来接机的粉丝,更有来自外国的粉丝。 而这次洛杉矶之行,王一博并非为电影宣传,而是以奢侈品牌香奈儿全球大使的身份赶来参加品牌活动。 2. 粉丝热情似火,场面感人。 王一博所乘坐的航班于中午十二时左右落地,但一些粉丝早晨七十多就抵达机场等候。 现场不仅有南加州本地的粉丝,还有专程从纽约、波士顿、西雅图、华盛顿等地赶来的外州粉丝,甚至还有加拿大的粉丝到场支持。 有粉丝表示,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偶像,许多人前一晚都睡不着觉,心情非常激动。 中午一时左右,王一博口罩遮面从航站楼走出来,现场数百名粉丝高呼他的名字,整个航站楼的大厅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 粉丝们一边欢呼,一边高举手机拍摄偶像的一举一动,还有的粉丝在见到偶像后泪流满面。 现场粉丝表示,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真的见到王一博了,感觉不可思议,太激动了。 由王一博主演的中国剧情片《长空之王》,正在北美各大影院热映,该片讲述中国解放军空军是飞员的故事,是一部大制作影片。 虽然新片正在热映,不过王一博此行却不是为了电影宣传,而是以奢侈品牌香奈儿全球大使的身份赶来参加品牌活动。 抵达洛杉矶后,王一博也立刻前往香奈儿位于比佛丽山、Beverly Hills、罗迪欧大道上的旗舰店。 该店是目前美国最大的香奈儿专卖店。 4. 王一博的事业与影响力持续走高 王一博,1997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,自2014年出道以来,凭借其出众的外貌和才华迅速成为中国当红男星。 除了在影视作品中表现出色,王一博还涉足音乐、综艺等领域,多期发展。 他的粉丝群体庞大,遍布全球,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和影响力。 近年来,王一博作品不断,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在影视方面,他出演了多部热门剧集,如《陈情令》、《尤斐》等,都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和收视成绩。 此外,他还通过电影《长空之王》传递中国空军是飞员的故事,展现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实力。 在音乐方面,王一博发行的专辑和单曲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他的歌曲风格多样,深受年轻人喜爱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湘奈尔全球大使,王一博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多次国际时尚活动,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时尚舞台的地位。 这次《洛杉矶之行》,虽然与电影无关,但王一博的人气却丝毫不减,反而更显其全球影响力。 王一博抵达洛杉矶的场面感人至深,足以证明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魅力。 此次《洛杉矶之行》,王一博不仅为湘奈尔品牌活动增色天才,更让粉丝感受到了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喜悦。 他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,影响力越来越大,值得期待他在未来的表现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